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分两集给大家分别介绍两款跟Revel非常类似的车型 一个就是Middle West Passenger,第二个就是Thorne Tranquility 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个是跟Revel比较竞争的一个车,也比较竞争车型吧 这是Middle West Passenger,它的Chassis是Revel一样的 然后长度都是一样,但是它是比较luxury 它这个Screen Door是滑的,也还可以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Revel的Screen Door 进到里面的话,它整个是一个比较豪华的设计 很多大理石,然后皮革,所以确实是会比较高档一点 来到看地板,它这个也是木地板,这个还是不错的 拍到吗? 它这个驾驶位,它这个座位都是Power Seat 那Revel的话,它并不是一个Power Seat 它需要手动的去调你的位置 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是它这个屏幕的话,这一台还好 我旁边我看到有一台,它那个屏幕是可以upgrade成 外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 所以它包括这些质感的话,确实就是要做得好一些 冰箱是放在这个位置,刚刚好可以打开 比Revel的冰箱是要大一点 但是我感觉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这个冰箱是放在这个位置,你拿得过 过后你如果在这里煮饭的话,就没有那么方便 它这个厕所 直接这里就有镜子 厕所是比较大的 很大这个厕所 这里还有一个洗脸盆 然后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帘子 这个帘子是可以关上的 但是它的这个马桶不是Cassie Toilet 它这个马桶是要直接接到Dumb Station 直接出去了,等一下给大家演示 那它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得也很好 你看一下在下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就保证的水不会流出来 像我们那个Revel的话 有时候洗澡 它这里比较低 它那个水偶尔会流出来 所以它这些感觉Middle West的这些detail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它的中控也都是全部触屏的 触屏的 这个跟Revel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些小的细节都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是一些比较豪华的设计 对,你看可以调节它的空调温度 电力都可以在这里调节的 它的音响这里有音响 然后这里是额外的储存的空间 这个储存的空间就没有Revel储存空间大 它比较小 但是它因为这个后面它有非常多的储存的空间 这里有后面这里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储存的放衣服的地方 这个是可以放衣服 然后这里很大的储存的空间 在旁边这里也可以放衣服 然后打开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去access它的那些电路系统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坐在后面的时候是有电视的 但是小朋友是这里两个位置 它的那个安全带是没有shoulder strap的 所以它只可以 就不可以把那个car seat不能放上去 所以它这个就明显感觉到它这个定位 并不是对那种年轻或者年轻人 有小小孩的家庭 可能会更加的注重于的是舒适度啊 就是senior people那样子 就是它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 看它的一些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 它有烟灰缸啊什么的 这个座位搞成床 首先它这里有一个control panel 就一直按着 对把这个板子放下来过后 然后把这个垫子 在旁边有两个垫子 这样一个床就convert好了 舒服是很舒服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些缝隙 应该还是要铺个垫子 会比较舒服一点 我之前也讲过那个thor那个床 它其实设计是类似的 但是它这个床就明显的平整非常的多 这个detail都很好 而且它是皮质的 实际上是比较软的 它不会存在 那个头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虽然是类似的设计 但是它的质量是会好很多 这个窗这里 也是类似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model 另外一个颜色 确实是看起来很有质感的 那它这个板子是在这个地方 好它的这个 所有的水 Gray water 和那个black water city water 都是在这个地方控制的 pump也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也讲到 它是没有cassi toilet 所以你的black water和gray water 都是要通过这个管子出去的 那么这就决定了它的 机动性不是那么强 你去到必须要 就是去到那个dump station 才可以不像我们 就是你去rest area 随便找个厕所 有cassi toilet的车 它就直接可以当不掉了 所有的水的车 哇 然后弄完过后 这里有一个retract的键 你按一下 ok它就可以回去了 它接那个sensoramp的那个电源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柴油暖气的出口 Rival是在那个位置的 它是放到这个位置 你上车的时候 它给你加了一个小的 这个paddle 就你上车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小季节 但是还是蛮蛮好的 那它的水箱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水箱的位置它是在下面 总结来说 Middlewest Passage这辆车呢 它的最多只可以睡三个人 两大一小 第四个人几乎是不太可能 过道也没办法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最适合两个人的一个车 机动性来讲 这一点跟Rival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用的 Mercedes 144的chassis 就是说你去任何地方 就只要有标准的停车位 都可以停 然后绝大部分的景点 你的停和进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试剂 这个应该是不能去冬天的 因为它的进水灰水和黑水箱 都是放在外面的 虽然是有保温坛包着的 但是基于这个设计 我觉得在零下10度左右 还是会有一点挑战 虽然我们是没有实际的测试过 这个情况 但是Rival我们是有在零下10度 实地的测试过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Rival是要优于这辆车的 越野性能是差不多 但是也是基于它的各种水箱 放于外面 会稍微有点打折扣 包括它的发电机也是放在外面的 如果在非常凹凸不平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会把底盘会割到的 价格 这辆车是比Rival要贵的 我们看的是一辆二手的 大概有600多mile的一个车 它的MSRP是20万4千 折后大概是17万左右 但是这个是不包括锂电池 如果你要加上锂电池的话 是19万左右 所以这个是比较贵的 所以这个车是比较适合年纪大一点的 这是他们的市场定位 强调舒适性 不太强调越野性能 不太强调Four Seasons 因为很多就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可能冬天就不太出去了 但是他的各种舒适性确实是做的不错 他的各种高档也是很高档 用皮子啊用石木啊 他的座椅都是电动的 所以这个是优于Rival的 包括在Middle Vest 其实这个厂牌 它的Quality也是很好的 他其实主要专注的是 就是做商务车的这个市场 他只有25%的这个市场份额 是放在房车上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求了 那么Rival绝对是更加的年轻化 更加的强调越野性能 更加的适合有小小孩的家庭 他这个税两大两小或者是三大一小 都是经过一定的稍微的加装一点点东西都可以完成的 这个是我们实际测试过的 就今天就先介绍这辆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